疫情升息打炒房多重因素 讓全臺房市下半年買氣大降溫 預售物交易更是急凍 來客數冷清 在桃園重劃區有建商 索性開第一槍旋風式降價 桃園歸山A7這裡上半年 最高成交單價來到四十二萬元 但是三個月之後呢 現在居然隔壁的潛銷案 拉回到了三十二萬 價差高達十萬以上 廣告部條上打著雙語學區核心地段 規劃十九到二十九小坪數 每坪成交都在三字頭 但看看隔壁如何如途施工中的建案 今年四到五月才以單價四字頭新高價成交 如果晚三個月買 等於賺了一台進口車 因為這個買氣下滑 而開始決定調降它的開價 跟先前同區域其他建案的開價相比 價格稍微比較低 不過目前看起來 都是屬於零星的個案 還沒有出現整個區域比較大範圍的 這樣子的賣壓降價潮 雖然預售物價格讓利 屬於個案現象 還沒有大規模降價潮 但如果現在自助客想進場 專家表示有望撿到便宜 全球通膨之下資金融入房地產 加上預售物禁止轉售規定修法 讓投資客想搶在政策上路之前下車 專家建議看物足可把握這波買房的 一家好時機 三零星的蘇寅寬 李孟山台北報導